愛因斯坦岳這邊是選擇打 AD位置喔 那這樣的調度 其實整個EBD Legends的位置 跟CGA Legends的時候 選手是做了很大的 潘森這隻角色在4.20 有一個很重要出場率變高的原因 是因為他等級稍微拉起來 一點點以後他的血線就可以維持得很漂亮 中路這邊的換血很激烈 Winder被套了虛弱以後後方潘森直接趕過來 還有選擇正確的目標嗎 拿到了手殺 雖然EBD Legends這邊是選擇先上了兩個多藍界喔 應該是有把一些金錢花在眼睛上面 潘森這邊要選擇直接跳下 Nami的海浪出去 順利的舉飛到了Chillis 這邊暈卻也套到手殺能不能 第二個擊殺能不能拿到 順利的拿到以後 傳送下的MTQ留住了三個人 佳文進場 Melen這邊順利的坦出刺射褲露的傷害 SFM也傳送過來 佳文現在其實也有點猶豫喔 他不知道自己的紅BUFF還在不在 在上路寒幾已經直接出手 省著暈住以後再配上新朵拉的超能解放 順利的拿到這個人頭 這邊就是一看中塔推掉之後 在視野兩邊做 或直接閃現的打擊 SFM這邊一個閃大 突然的時間上勝利的 灌到了兩個人 前面進入水牢 流流下了神手櫃 拿下了兩顆人頭 後面的月子好 繳了人庫進擊跟閃現逃脫 THL這一波假中路的撤退以後 沒想到是在四路的集結 拿到了外塔 後方MITQ一個人的進場 WIND在這邊被套了虛弱 直接被新朵拉給灌死 MITQ在塔下也沒有帶走THL的任何人 這一波零換三 再拿一座中路外塔 後面THL這邊已經直接開啟小龍 MITQ直接堵住這個路口 杜蘭德的石像守在路口處 還有一個海浪進來 順利的攀升拿到了小龍以後 兩方要爆發團戰 神手櫃這邊的進場 但是前排MITQ彈了非常的久 杜蘭德的石像已經被施放中斷掉以後 因為這邊的輸出 MITQ彈血 最後是被勒布朗打出一個雙殺WIND 這邊還想留人 鎖鏈牽到WIND 牽到MIT 這邊MIT沒有閃現的情況下被釘在原地 他逃得掉嗎 但是後方酷騎的傷害也把MITQ打到殘血 非常的快樂 對但EBT這一波還是失去了小龍喔 而且只拿到一個人頭上交換的優勢 但上路的三個人的蹲點順利的得手 SERVM瞬間也先建立好 因為EBT這邊的開戰能力也是不錯的 有MITQ的閃榜 WIND這一波的蹲點 蹲到一個大魚 RANCE瞬間被秒殺 WIND這邊拿到等手櫃大絕硬蓋 直接逼出一個閃現 兩邊的中路都稍微露出了一些破綻 MITQ這邊要選擇硬開了 開啟了他的反式漩渦在前方 後面的輸出 WIND還沒有到場 但是WIND這邊的傷害實在太高 瞬間融化 酷騎這邊也擊殺掉了前排的嘉文 但是WIND這邊還是找不到一個 草叢裡面沒有視野 沒有辦法點出普攻 而且還被新朵仔給推球 給暈眩到 WIND直接上前 閃現 點死了MITQ 一波一換三 65個人的集結 這邊推到了神手櫃 加油 直接閃現大絕 雖然瞬間被斷掉在神手櫃的反開 直接被融化 地場有留住 什麼目也彈不住 MITQ接下了坦克的工作 EBD 兩方都有一個人倒下 EBD在塔下 還要開戰嗎 前面月已經被灌到血量很危險 驅力池套出了他的 這次Poke到 可是後面其實跟不上任何的輸出 嘉文直接一個閃開 大絕直接套在黎密身上 黎密這邊的魔量很危險 MITQ也限制著REN的輸出 加油的大絕 扣了很久 怒然的死相傷害爆發 在EBD這邊扛住了 神手快再一次的EQ 擊殺掉了MELON 黎密這邊也很危險 瞬間被月給收掉 REN還受到MITQ的追擊 一個女武神特攻拉開 MITQ沒有閃現 有閃 大家可以雖然順利的帶走一顆人頭 但後方已經就是一個收頭秀了 剛剛有幾個關鍵點 剛剛重播沒有撥到的第一個直接點 是納米的經過手要丟中的 這是一個風水輪流轉嗎 黎密這個位置太危險了吧 他直接被暈到以後 踢出了一個驚人 驚人結束 MITQ灌掉了反式漩渦 直接把他給帶走 黎密選擇從左側想要來開戰 感覺是非常的危險 黎密真的開戰有點太兇了 如果他是玩截的話 有可能可以這樣子 因為他有位移可以逃掉 可是清楚他是沒有任何位移 路人這邊直接受到了三個大男的強衝 由悅悅拿到人頭 傳送過來的木大絕 直接被一個奧數衝擊給斷掉 悅悅的輸出已經沒有人可以擋住了 套了露露的大絕 他拿到了一個三連殺 而且有發龍BUFF 小兵超級強 小兵直接把均勻塔給摧毀 EBD要一波反打了嗎 現在只剩下美人一個人存活 要怎麼防守主堡雙塔 現在只剩一納米的話 應該是沒有辦法做輕便的動作 所以你小兵那個兩個大砲的血量會超級多 然後打超級痛 所以這兩個塔會是正面跳 那應該 再去到還有九秒的情況下 這個遊戲應該就會在這裡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